这是一群穷雄极恶的劫匪 在抢劫银行前 他们先端掉警局 然后才会冲进银行 将里面的现金洗劫一空 顺着水路撤离 可对于这群劫匪而言 这种行动他们进行了无数次 之前还有一次行动 直接震惊了全国 劫匪扛着武林口径狙击枪下车 接着其余人在墙面安装炸弹 一声巨响 银行金库墙壁被炸开 劫匪们蜂拥而至 里面却空空如也 得知现金存放在二楼 劫匪们快速上楼安装炸弹 将大门炸开 开始往袋子里装前 这时警察支援也即将赶到 劫匪狙击手迅速进行拦截 掩护队友撤离 这起抢劫案发生在巴拉圭 这个人口只有700万的小国 抢劫案发生以后 巴拉圭当局无计可施 根本没有能力跟手段 缉拿这群劫匪 同时劫匪们在抢劫完成以后 全部通过边境线逃亡了巴西 这对巴拉圭当局来说捉拿难度非常高 另一边 我们的男主杰克正在时刻关注着这场结案 杰克是巴西的一名刑警 他之所以关注巴拉圭结案 是因为几个月前 巴西福斯多伊瓜苏监狱发生了一起囚犯越狱案件 25名囚犯在外面某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越狱 而在镇压过程中 杰克最好的搭档被囚犯打死 杰克发誓要为兄弟报仇 巴拉圭抢劫案发生以后 杰克隐隐约约觉得这起结案跟逃跑的囚犯有关 因为救走囚犯的组织是有名的抢劫集团 但由于事发地位于巴拉圭 杰克无权前去调查 不过这群劫匪闹的动静确实是挺大的 武林口径的狙击枪都拿出来了 这种反器材武器打飞机都绰绰有余 杰克通过仔细研究 猜测劫匪们的撤离点会在巴西罗夏的某个非法港口 第二天 杰克擅自行动 他带着女搭档安娜前往这个港口 本来安娜是不同意杰克这样做的 但拗不过对方的坚持 只能答应跟着一同前往 果然在这里看到那群劫匪 此刻他们刚乘坐快艇穿过边境线 抵达巴西境内 劫匪们分工明确 快艇到岸迅速转移现金开车离开 杰克两人看到这一幕 连忙开车到有信号的地方呼叫支援 没想到半路与劫匪匪狭相逢 双方瞬间发生激战 劫匪火力太过凶猛 安娜快速调转车头 朝着想反方向逃跑 劫匪们在遇到警察以后 也在第一时间分散逃离 枪剑发生以后 巴西当局迅速组建一支险情处理小组 处理此事件 同时安排警力在枪剑周边射卡拦截 然而这群丧心病狂的劫匪 看到警察就是一缩子 面对警车的围堵 也是一路横冲直撞 有一部分劫匪宁愿被射杀 也不愿被捕 剩余的劫匪为了顺利逃脱 半路拦截了一辆面包车 前往附近的汽车站 在此期间一名劫匪因为饥饿 吃了车里的一半香肠 杰克和安娜在巡逻途中 接到总部电话 有人在汽车站附近 发现了一辆面包车 里面满是劫匪一气的枪支弹药 杰克意识到 这伙人想要逃跑 只能借助大巴车 于是他们立即赶过去 对汽车站不空 挨个查询乘客信息 不少劫匪在此过程中暴露身份 劫匪光头看到情况如此严峻 他果断将钱袋塞进厕所垃圾桶里 另一边法医也赶到面包车前 进行痕迹采集 发现劫匪枪支都被警察动过 上面布满了他们的指纹 法医没法在上面提取到有用的线索 好在法医足够细致 发现了半截吃剩下的香肠 根据目击者称 劫匪吃过这根香肠 法医果断将其带回实验室提取DNA 警局里警方将汽车站抓来的嫌疑人指纹 输入数据库做对比 从中发现有人是当初越狱的囚犯 此人嘴硬得很 拒不透露任何信息 只不过他在被带走前 偷瞄了远处的光头一眼 而这一细节被杰克精准捕捉到 随即对光头进行提审 光头非常鸡贼 坚称自己是一名运车司机 昨天因为买不上票 被迫在汽车站停留 杰克现在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于是拿走他的手机进行查询 并调查其身份 并没有发现异常 在此期间 杰克接到上级命令 因为这次案件属于跨国案件非常重大 所以案件要转移到巴西利亚联邦总部 由对方跟巴拉圭警方合作破案 这引起杰克的强烈不满 双方发生了争论 除非杰克能找到新的证据 不然案件必须进行移交 就在这时 法医拿着香肠出现 如果上面劫匪的DNA和巴西其他抢奸要吻合 案件就可以留下来 之后上级请示了法官大人 上级有理由相信 这群劫匪跟几个月前那群越狱的囚犯有关 后者听吧 给了他们24小时取证时间 杰克没有在光头手机里发现异常 所有证据都显示 光头没有问题 只不过杰克就是隐约觉得他有问题 但因为没有证据 杰克最后只能将光头放走 可在走后没多久 上级急匆匆赶来 称有一名民警认出了光头身份 他是抢劫集团的人 代号为无魂 是个狠角色 杰克得知消息 再想进行追捕 已经为时已晚 而且杰克兄弟的死 就是跟他有关 画面一转回到劫匪发生时 光头带领众兄弟驾车来到监狱外 他们分工明确 在墙壁上安装炸弹 一声巨响将墙破开 然后冲进监狱 与警员发生激战 光头目标明确 就是解救自己集团组织的成员 他们都有着抢劫银行的案底 混战过程中 杰克的兄弟不慎被光头射杀 而最后光头凭借强大的火力压制 成功带人逃离现场 之后这批囚犯分成众多团伙 在巴西以及巴拉圭疯狂作案 他们分工明确 行动迅速 让警方根本摸不着头脑 而这个代号为集团的组织 则是一切的幕后指挥者 时间回到现在 警察在缉拿劫匪过程中 发现其中有几名集团重要人员 就比如无魂 按理说 像他们这种级别的人物 不可能铤而走险 抢劫 杰克怀疑一定是集团内部 出现了什么问题 暂时杰克还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起案件 算是落到了两人手上 光头回到据点 见到了自己的手下 其中一人当时也在汽车站 光头被抓走前 眼神示意他 将自己放在垃圾桶里的钱袋拿走 只不过手下现在却表示 当时垃圾桶里没有钱袋 光头当场拔枪 射中手下脚 在光头的不断逼问下 手下承认撕通了那笔钱 在问出钱袋下落以后 光头直接送对方归了西 杰克跟安娜来到巴拉圭 金库抢劫案现场调查 发现劫匪目标明确 只抢走值钱的美元和欧元 而不值钱的瓜拉尼 则全部留在了现场 预计劫匪共抢走了4000万美元 法医在金库外 发现了一具保安的尸体 对方身上没有被捆绑的痕迹 死亡时他是站着的 因此法医认定 保安极有可能跟劫匪认识 搞不好此人是劫匪的内应 试证后被劫匪杀人灭口 随后杰克调取了 案发现场的所有监控 劫匪都戴着面具 所以没有拍到脸 不过大家还是从中发现端倪 案发现场停靠了一辆车 此辆车帮助劫匪 抵挡了爆炸发生时的冲击力 杰克等人认为 这辆车停靠在这里并不是偶然 于是杰克开始调查车主信息 安娜提醒杰克 他们在巴拉圭没有执法权 杰克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执意要进行调查 很快杰克查到车主信息 来到对方家门口蹲守 只是没想到 有人竟抢先一步 想要带走车主 杰克两人看到这一幕 立即驾车追了上去 同时也意识到 他们身边可能有内鬼 经过一番夺命追逐 安娜将汽车撞停 杰克快速下车 把车主带到自己车上 离开现场 杰克将人带到郊外 经过一番逼问 杰克得到了两个人名 蝶哥和艾文 前者是让车主 将车停靠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而这个蝶哥已经死了 他就是死在墙外的那个保安 后者艾文则是给车主钱的人 车主只记得艾文是个瘦膏个 脖子上还有纹身 杰克知道这个人 他现在就在警局里 杰克立马带着车主回巴西 对艾文进行审问 安娜则留在巴拉圭 将艾文的线索告诉其他人 当天晚上 大批警员来到艾文的别墅 进行调查 法医在里面取证 提取DNA证据 从现场残留的各式物品来看 这里曾是劫匪们的据点 只是这群人非常鸡贼 并似乎刻意处理过 所以 现场没有留下太多指纹证据 不过法医还是在一些细节里 发现了证据 并且法医还在仓库里 找到了一批枪支弹药 另一边 杰克对艾文进一步审问 确定对方参与了三起抢劫 根据艾文所讲 下一次结案即将发生 而规模人数 会比之前所有结案都大 至于抢劫目标跟时间 艾文并不知情 与此同时 光头来到基地 通过手机跟老板希尔汇报情况 现如今光头手上只有700万现金 其余的钱都被警察扣押 其中还有一些手下 也被巴西警察抓捕 希尔没有轻信光头 声称自己要调查一下 希尔是谁 暂时还不得而知 只不过他的能力是通天的 只拨打了几通电话 便证实了光头所言非虚 希尔让光头处理好一切 务必要把剩下的钱补齐 法医对艾文别墅里 提取到的DNA进行对比 确定了几名劫匪身份 同时还有光头的 杰克兄弟在死之前 曾击中了杀死他的劫匪 法医提取了此人的血液 结果显示此人正是光头 杰克得知此消息 顿时怒不可遏 第二天 巴西警方根据法医提供的线索 对窝藏在巴西境内的 抢劫犯们进行抓捕 清缴 一些抢劫犯们 如同一条条疯狗 面对警方的围堵 纷纷选择掏枪反抗 然而 在警方部下的天罗地网面前 他们终究插尺难逃 巴西警方冲进别墅 将正在狂欢开派对的 抢劫犯们抓捕 经过几天的抓捕 警方只抓住了几个人 其中还有很多DNA样本 尚未匹配到具体身份 对于巴西警方而言 抓住这群人数众多的劫匪 注定任重而道远 众所周知 巴西警局内部腐败严重 这也给杰克的行动 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劫匪二狗每个月 都上交保护费给警察 所以内鬼警察 帮其删除了他的DNA数据 顺利躲过了抓捕 光头自从察觉到 巴西警方的动作以后 便选择躲藏了起来 至于后面的行动 也暂时搁置下来 光头只能更加小心 他找到二狗帮忙搞钱 二狗本不想答应 奈何光头强大的威慑力 让二狗忌惮 只能同意试试 可二狗并不知道 哪怕他上交了保护费 自己的信息被删除 还是被杰克盯上 他开始四处托人打钉 二狗的行踪 很快 杰克便有了线索 二狗经营着好几个老虎机 当天晚上 杰克带着安娜来到二狗 放置老虎机的地方蹲守 在此期间 安娜查到了跟二狗 存在联系的抢劫案 一个月前 二狗和伙伴一起在公路上 拦停了一辆运钞车 他们使用武林口径的重机枪开刀 直接撕碎运钞车的防御 而后戴上头套 快速下车 将运钞员驱赶下来 使用炸弹 破开车身 抢走车上的现金 快速逃离了现场 更疯狂的是 他们在逃跑的路上 又遇到了一辆安保押运车 几人不顾即将赶来的警察 又将押运车洗劫一空 时间回到现在 二狗放置老虎机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男人 他放开机器 取走了里面的钱 杰克看到这一幕 急忙跟了上去 最终顺藤摸瓜 找到了二狗 并拿到二狗喝过的啤酒瓶 安娜将其送回警局 提取上面的DNA做对比 在没有结果前 安娜和杰克不敢贸然抓人 必须有充足的证据 杰克才能动手 因为像二狗这种人 背后都有集团的人罩着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他 明天他就会被保释出去 在等待证据的过程中 杰克和安娜 只能继续蹲守在二狗据点外 晚上同事跟他们换班 杰克难得回家休息一晚 为了能睡个好觉 杰克喝了一点酒 结果差点耽误大事 第二天一早 二狗驾驶摩托车 从据点里驶出 杰克同事立马跟上去 并呼叫支援 而杰克则还在家中呼呼大睡 直到安娜前来将其叫醒 两人才起身 前去追击二狗 可望望没想到 同事跟着二狗来到加油站 对方摘下头盔的那一刻 同事才发现对方并不是二狗 同时中计了 正在赶来的杰克 两人得知消息瞬间气急败坏 他们被迫只能返回二狗据点 祈祷他能回来 而此刻 二狗见警察离开 立马赶去和光头见面 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抢劫某家银行的金库 二狗计划先抓住银行总经理 将其说服与他们合作 说出运钞车抵达的时间和数额 如果总经理不肯 就抓他的家人作为要挟 光头听完觉得有些冒险 但为了尽快地凑足缺失的钱 这个时候的二狗也急需要一笔钱救命 最近他被黑警勒索 对方潮起索要五万美元 要是搞不来钱 二狗恐将小命不保 就这样两人敲定完计划 二狗离开现场 回到自己的据点 没想到一打开灯 两名黑警坐在沙发上 二狗知道两人来衣 他自称只需要几天时间 就能拿到他们想要的五万美元 但显然黑警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挟持着二狗走出了据点 正巧这一幕被蹲点的杰克两人看到 他们一路跟着黑警来到一处小农场 就在这时 杰克收到法医信息 二狗的DNA对比结果出来了 能够证实他与某企抢劫案有关 于是杰克和安娜下车冲进农场 探查里面情况 没想到刚进入就被人发现 双方瞬间发生激战 在混战过程中 安娜不慎被子弹击中 杰克也逐渐招架不住 关键时刻支援部队赶来 将两名黑警控制住 安娜被紧急送去医院解救 随后大家在农场里 找到二狗被肢解的尸体 二狗一死 所有线索又都全部断了 警局里黑警将自己知道的一切 说了出来 他们也不想杀了二狗 谁知道对方有心脏病 刚教训他一顿 逼问出二狗准备和光头合作抢劫 二狗就心脏并发 死了 二狗一死光头也只能自己行动 他带人潜入总经理家 拿枪控制住里面的所有人 在光头的威胁下 总经理答应帮忙 不过他所在银行只有1500万 这数额对于光头来讲 还远远不够 于是光头决定铤而走险 以抢劫另一家银行 手下觉得此举过于冒险 但光头管不了那么多 安娜送一及时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不过他需要一段时间休息 在此期间 杰克只能孤军奋战 他来到二狗的据点搜集线索 杰克在二狗电脑里 查到了巴拉圭三座城市的名字 同时他还发现 二狗在浏览器里 搜索了当地的银行和警察总部 杰克怀疑二狗他们的下一个行动目标 就在这三座城市之中 但具体是哪个 杰克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只能挨戈进行 删选跟排除 杰克将这三座城市的市政厅位置 标注在地图上 发现了重要线索 三座城市都跟一条水路相连 杰克顿时有了想法 虽然他不知道光头会抢劫哪里 但可以确定他们的撤离路线 是打算沿水路逃跑 此前光头所有抢劫案件 都与这条水路相关 想到这里 杰克驱车来到河边查看 却意外在水中发现了一辆黑车 杰克迅速找人将黑车打捞上来 而这就是劫匪驾驶的抢劫车辆 很显然这伙人每次抢劫成功 都会将车推入水中 然后坐船逃跑 怪不得抢劫案发生以后 警方找不到一点线索 杰克打开车门 发现里面后座不见了 被劫匪改装成了机枪架 杰克看到这一幕 意识到有专门的修理厂 再帮着劫匪改装汽车 杰克沿着这条线索进行侦查 而安娜得知案件有重大进展 她不顾老公的阻拦 执意要回到工作岗位 杰克这边在一家修车厂里 找到了卸下来的汽车座椅 杰克迅速控制修理厂老板 逼问这些车的去处 以及车辆拥有者 老板交代一切 是光头来找他改装 就在昨天 光头刚把车开走 根据老板所言 抢劫案似乎就在今晚 杰克迅速查询车辆信息 发现购买这辆车的人 还一口气购买了五辆装甲SUV 杰克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准备呼叫支援 经过短暂的商议 杰克怕出现平民伤亡 所以让巴拉圭警方实行宵禁 自己则带人前往河边遁点 等着撤离的光头等人 可惜巴拉圭警方并不相信杰克的判断 他们认为 这群劫匪得手后 会选择陆地逃跑 杰克管不了那么多 独自前往河边对手 安娜得知消息 带人赶来支援他 可是一夜过去了 光头没有一点动静 次日一早 光头才带人行动 六辆车浩浩荡荡地驶入城市 他们先是封锁了道路 八点一到 一路人先是攻击了当地警局 阻止警方支援 一路人则控制众多人质 让他们手牵手并排走 形成人体路障 阻拦支援部队 做完这一切 大家才开始抢劫银行 他们行动迅速 抢完钱立马撤离 只是没想到 光头队伍里出现了一个叛徒 他为了独吞献金 放弃既定撤离路线 改走陆地 结果正中巴拉圭警方的陷阱 叛徒还没等反抗 就被警察给击毙 而光头则顺水路逃跑 却与杰克他们狭路相逢 两帮人谁会胜利 敬请期待下一期 罪孽深重的视频更新